你的衣服咋跟我的衣服一样嘞 我看你穿着好看 我就去买了劲呗 深入群众 带来新思路 这超声波人是听不见的 但都能听见 不伤害他们 他们也不会伤害我们的庄稼 糟了 你这个小东西还真管用 林海靖 你婆婆跟大风车 又打起来了 巧用妙招化解旧难题 高婶 这是补发给您的荣誉 咱们高婶没少帮助大风车 是是是 以后只要有上男生 就找大姐我 我要是帮不了你 还配做那个优秀妇女主任吗 产业兴旺 他们迎难而上 张老汉家的五位子弟 不是快熟了吗 他让我帮忙给他找个车运出去 可是你知道咱村的这条路 那司机 我不能因为一条路 阻碍了村子里的发展 你要基础 修路 最切的不仅仅是钱 敬请期待 方圆巨镇 乡村振兴特别聚集 乡路精编版第三集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各位好 这里是方圆巨镇 我是主持人图画 今天我们来看乡路的第三集故事 之前我们看到了 住村干部秦小木 从一进村呢 就掉进了野猪坑 他一心想着 要修好这条难缠的神仙路 他想情况改变东陵村的落后现状 让村民能够致富 甚至不惜村两尾 此的一些冲突和摩擦 你们村委会到底想不想修路 你就是不信任我们 你在提出一系列的疑问之前 能不能把村里的情况搞清楚再做呀 行不行啊 大理村主任郝大伟呢 跟他摆事实讲道理 目的就是希望小木能够明白 这村里的情况呢很复杂 他贸然做事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在东陵村有一句传言 说是神仙路毁干部 很多人呢是不同意修路的 可是秦小木却偏偏不信这个邪 各种困难 本来没有把小木给吓倒 反而更坚定了他要克服的决心和信念 好大伟秦小木这代年轻党员 将继续坚定信心迎难而上 今天咱们就接着往下看 今天是2021年3月6日 下午会有4到6级大风 请村民朋友们注意防范 保护好过后的同时要注意 现在啊咱们国家 鼓励大家生二胎啊 林蕊 那你给我接受个老婆嘛 你不要说二胎 三四五六胎 我都能给你生出来 张老汉 你少凑热闹 你这不是宣传政策 水灵 你们家可是响应二胎政策的重点对象 你可得加把劲了啊 你让郝大伟多给李进宝放几天价 少让他加两天班 我家就二胎了 这啥我可管不了 这是啥呀 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是谁家孩子的玩具吧 张老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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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杨找着了 正在东山坡吃草呢 刘广生 刘广生 你的儿子正在大风车家看狗呢 还有李进宝 李进宝 你的女儿叛帝正在余莲俏家哭闹 快把她接回家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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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记者 你的衣服咋跟我的衣服一样嘞 我看你穿着好看我就去买了件呗 哎呀 哎 你们都听见没有 秦记者都相中了我的衣服嘞 以后就别叫我秦记者了 叫我小木就是了 哎 咱这秦大记者啊 威洛打进群众内部 没少下功夫啊 哎 哎 形象都不顾了啊 哎 哎 秦宝 你看这同样的衣服啊 穿在不同的人的身上 这效果差得真多啊 哎 哎 你看这无人机 也长了千里眼似的啊 哎 哎 哎 那这人肚子灵 不 以后你就没什么隐私了 我有啥隐私啊 那看你说的 咱这叫矫正不怕斜歪 我去 我又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老板 那啥呀 爸 我问你 秦小木最近在村里搞的那什么玩意儿 在天上飞来飞去的 那是无人机 据说啊 哪都能看得见 无人机 秦小木这个女人可不简单 她能把平娃子送进看守所 还能在咱们村待她下去 金宝 这个女人你可得提防着点 哎 我今天就算过了 这两个月 每逢双日子 五十云折日 都有南娃来投胎 别整这些封建迷信的来烦我 我是干部 不能搞这个 人家亲口说的 那还能有假 来 来了 来了来了 别吵了 别吵了 你这小东西能好事吗 当然 这超声波人是听不见的 但动物能听见 这样的话我们也不伤害他们 他们也不会伤害我们的庄稼 好 走了 还神了啊这 你这个小东西还真管用 不走吧 秦耀牧同志 你可是把我给解放了 太棒了 走 库房 不能进 好 好 宿舍 睡觉的地方 好 工人 和你没关系 行 我走了 这五位子弟啊 是咱村引进的新品种 广东的那边药厂 要跟我们签订长期的合同 好 今晚 咱们今年又能卖个好价钱了 大伟啊 你可别高兴得太早了 咱得先把眼前这批药材呀 按合同准时地给人送下山去 我记着呢 不能耽误 你说得简单 你看咱村这么多药材 到时候看你怎么运下山 我可不管啊 你们村干部让我种的 你们得帮我卖出去 要不然我就反贫 拖累全村 张老哈 还真有你的啊 你还拿平衡货 威胁上我们了 行 我还得赶紧回家 花在锅里还煮了一锅洋芋 等着我回去打瓷吧 我 我先走了 进班 我给你打电话 你咋不接啊 这不工作呢吗 没听见 走 跟我回家 上班呢 你干啥呀 上班呢 回来再说 现在十二点了 午休时间 走吧 郝主任 我带金宝回家吃个饭 一会儿就回来啊 行 去吧 这金宝可挺幸福的 水莲还特地叫她回家吃饭 是 不过我看她幸福得很痛苦 是吗 这大众我的 这点啥事啊 咱这不也是响应国家二胎政策吗 没准以后啊 还生三胎呢 我来走啊 三万零三百一十八块五 别急 大风车 这笔修房的钱啊 是给你了 不过你得保证 这笔钱得用来修房子 那是 一定得修 那破房子要是再不修的话呢 那不是丢了咱村委会的脸吗 签个字吧 在这儿 你有没有专款专用啊 我们村委会可是要监督的 而且最后 可是要检查你的施工质量的 哎呀 你放心 我二叔呀 他就是一个改房子 保证没问题 进吧 扶扶吧 少不了你的 修房了 吉小如意 阿宏 给他 哎 你家终于修房了 少不了 少不了 老太太气死了 哎呀 钱生就是好 咱村谁家有个忙 都让你给搬 啥 钱生 说你热心肠 钱生呀 就是好 多站点 多站点 这钱生 什么时候变成大风车的二叔了 你瞧瞧 咱们还真低估了这大风车啊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大风车 办不到 哎 妈 可说好了啊 这修房款下来了 给我换新手机 换手机换手机 妈扣下来点钱 都叫你拿走了 你们说啥呢 爸 哎呀 我们说你好 说你棒 说你干得好 还有人呢 来来来 喂 余师傅 你说什么 来不了了 我知道我们村的这条路不好走 我给你加钱还不行吗 喂 喂 余师傅 喂 怎么了 哎呀 张老汗家的五位子弟 也不是快熟了吗 他让我帮忙给他找个车运出去 可是你知道咱村的这条路 那司机 这个张老汗 这跟大风车一样 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啊 算了 我到县里边给他找找看 哎 张老汗 你别当鼻子上脸啊 你别当鼻子上脸啊 赶紧下来 下来 我下什么下 那你们村委会当时跟我说好的 说我中了五位子挣了钱 就给我找对象 对不对 那我现在有钱了 我 我对象呢 你们这是欺骗群动 这 张老汗 你这太玩了 你下 下来把鞋穿上 我给你解决 我给你解决 你说的 啊 咋解决 我 张老汗 咱们村侍林的女娃 这都结婚了 这单身的现在还剩 不是 不是 那 就剩下余连翘了 你还别说 就余连翘长得是 悲论悲论的 可就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是吧 可负 你拉倒吧 瞧你这样还挑肥减瘦呢 那我也想多活几年啊 刘海娇 女婆婆跟大风车 又打起来了 啥 可又打起来了 看上了 看上了 走走走走走走 乡亲们 街坊四伶们 你们大家都来看一看 村委会是给他家 剥了凶房补贴的 可是人家呢 把钱插在自己腰包里 攒起来 使用人家前生 不花钱的劳力 人家前生给他家修房子 把手都弄破了 流了那么多的血呀 可是大风车呢 连个创可贴都不舍得 给人家买 你说他大风车 还是人不 我们家修房 关你个屁事 不聊 瞧别瞧 我就是看不惯 你不占便宜就活不了的样 你说这张老汉 说余连翘客服是怎么回事啊 小木啊 你可别听那张老汉一天 胡说八道的啊 这余连翘啊 是第一个老公没了之后 改嫁到我们村的 这一过门啊 就给何明明当妈 这没两年呀 这明明爸也病死了 所以这余连翘 就带着妻子和明明生活 对 当时村上还给他们办了那个 殷学制贫的贫困户 帮他把儿子攻上大学了 你婆婆跟大风车 正在外边掐呢 也不去看看 你可算了吧 我躲还来不及呢 他俩现在一吵架 准得把我烧上 我这现在生不了孩子 已经从了大风车和我婆婆 吵架的必杀计了 我再回去 我婆婆又得拿我撒气 我不回去 那你老这么躲着也不是事啊 那有什么办法呢 谁让我这肚子不争气呢 我不回去 我去啊调解一下 看我怎么治他们这个 一个坡一个汗 调解拿个锣干嘛呀 我得去看看 快去快去 人家秦深愿意 臭表演 我们家修房 你个屁事 你不要脸 你不要脸 你才臭表演的 你不要表演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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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进 快快快快 有 真热闹啊 分手高低了吗 去去去去 继续继续啊 别停 别停 不要脸 你不要脸 你才不要脸 你才不要脸呢 干嘛呢这是 不要脸 看比赛呢 我这是 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这是 这是 我家闺女 那嫁得是 城里到方家 方家在县林 开着三家超市呢 那是县城的行门 看 就你家二虎 都二十五六的人了 整天好吃懒做 就你还成天孤儿寡母的 妆可怜哪 就这样 还想娶我家二年呢 你做梦吧 我呸 你呸 我告诉你啊 你们家二娘呀 是死皮赖脸的 缠缠我们家阿虎 是我不愿意的 她才嫁给了别人 不要脸 不是你 说啥 说啥 你刚才说谁死皮赖脸呢 二娘 你咋回来了 妈 我想家了 回来住几天 扯婶 你和我妈都呛呛一辈子了 还没呛够啊 都少说几句吧 别叫 别叫 不许叫了 乖 乖乖乖乖不叫了 不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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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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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花 炒好了没啊 你别催了 下次就炒糊了 行 你往过年的炒吧 你吃吧 咋呀 咸了 咋呀 你就凑合吃吧 来 陪爸喝一杯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我不喝 我还要写作业呢 行行行 写作业 三好学生 是吗 要是生个娜娃 还能陪我喝一杯呢 这咋了这是 原来 高二妮跟程二虎是初恋啊 对啊 这二妮和二虎啊 从小就是青梅竹马 两个人一起长大的 可是前些年啊 这高老太太啊 得了尿毒症 这二妮就嫁给了县里的冯家 用结婚的彩礼钱 给她妈换了肾 可是从此以后 这二虎就一蹶不振了 来 小花 洗袋 过来 洗袋 来来来 过来过来 你们怎么不回去上课啊 赶紧回去上课去 我们没有老师上什么课呀 从今天开始 让秦晓睦老师 给你们上课好不好 好 去吧 上课了 有一点我不明白 这村办小学都被裁撤了 咱们村怎么还有小学呢 咱们村的这个位置啊 太偏了 孩子们上学太不方便了 县里边呢 给了特殊政策 允许我们保留了村小学 和幼儿园 可是光有学校不行啊 你得有老师啊 海礁呢 正在联系 镇里的中心小学 争取让孩子们 到中心小学查班上学 那太好了 不过在这之前 还得请你多带几天课啊 你不怕无人子弟就行 当然不会了 走吧 今天我们的作文题目是 我们最熟悉的人 可以是自己的爸爸妈妈 也可以是爷爷奶奶 或者是你们的好朋友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明明回来了 是啊 回来了 婶儿 真有出心 是吧 就是 真的 真考上公务员了 是啊 妈 我考上县公路局的公务员了 我考上公务员了 这以后就是公家的人了 考上公务员 我考上公务员了 妈 妈 你哭什么呀 你别哭呀 我 我就是太高兴了 我没出去 我考上公务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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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妈 你怎么这么高兴呢 我给你做好吃的去 我给你做好吃的去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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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腰痛了这么久了 我想带您去县医院里 检查一下 哎呀 我这腰啊 是老毛病 没事 我吃点药就行了 不用去检查 不去检查 妈 总之你得和我进城 等我单位宿舍披下来 我就接您去厂里厨 咱呀 好好地想想福 现在我长大了 以后您得听我的 行 行 都听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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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孩子回来了 小静 孩子们上学的事 办得怎么样了 放心吧 都办好了 太好了 咱们村的孩子 就有正规的学校 可以上课了 不过现在啊 有个问题 中心小学 提供不了住宿 也就是说 咱们村的孩子 每天上学放学 得一送 还得一接 这问题又出在 神仙路上了 对了 学校要求每个孩子 每天早上七点半之前 必须到校报到 咱们村到镇上啊 是五十公里 开车就要四十分钟 从哪儿找这能装下七个孩子的车呀 你别挠了 人头皮屑都挠出来了 有啊 你这头发都薅下来也没用啊 我们家那个车 倒是能装下七个孩子 也能帮忙给送几天 但问题是孩子放学这个时间点 有权回不来呀 那还是得有专门的校车才行啊 还得有敢开这条 深陷路的司机啊 要不这样 我个人出钱 买台面包车 我来开 你是村主任 这每天接娃送娃的 不干别的吧 也是 不过大家先别着急 毕竟孩子上学的事已经有了进展 校车的事我在想办法 不过 得麻烦小沐老师 再多带几天课了 我倒没事 只要别耽误孩子们就行 行了 天不早了 都下班吧 好 我就不回去了 我还是在办公室待着吧 都下班了 你办公室干吗 我不敢回去啊 你们不知道 昨天晚上 二妮家的娃和二虎家的狗 比谁十二大比了一宿 今天晚上 我们家老太太和大风车 又要因为娃和狗 爆发一场世纪大战 我怕擦枪走火 又烧得上我 我还乖乖在办公室待着吧 那你老这样躲着也不是事啊 你家老太太 好歹也当了几年的妇女主任 不至于这么不讲理吧 妇女主任 我有办法了 高婶 这是补发给您的荣誉 我就当过半年妇女主任 这都是哪年的事啊 亏得领导还记得我 好 别着急啊 干吗呢 不知道啊 我们这次呢 不光颁发警棋给您 这位是省报的秦晓木记者 他是专门来采访您的 您必要上省报的新闻 好好配合 我这么大年纪了 还要上新闻 那我一定好好配合 一定好好配合 这不耐着什么药啊 坐吧 我 我不知道 您坐 您坐 快快快 我正式采访您了啊 我想请您谈谈 做农村妇女工作的感想 这农村妇女工作嘛 还是比较复杂的 现在咱们在弄 乡村精神文明建设 您是如何带头处理好 邻里关系的呢 邻里关系 这个我来替高婶回答 这高婶旁边啊 就是大风车家 咱们高婶没少帮助大风车 徐晗问暖的是不是 是是是 是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真好 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现在很多女性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没能怀上孩子 造成她们精神压力巨大 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那 那 那是不能给精神压力的 我儿媳妇林海娇 她就好多年没有孩子 那 我 我就从来也没有催她生过孩子 这这这不能给压力 好 这不能给压力 不能给她压力 秦记者 我婆婆可开明着呢 她跟我说 海娇没孩子没关系 那谁说女人的价值 就要生孩子呢 妈 您是这么说的对吧 对对对 是我说的 是我说的 太好了 我们都录下来了 对了 录下来了 静宝 快 给高婶照张照片 妈 你出名了 站起来吧 这 照片一下 咱们高大主任 来啊 三 二 一 笑一个 我给你们说啊 昨天晚上啊 我婆婆一宿没睡 刚有权说她妈呀 在做深刻的这么烦行 不过 我 我婆婆 万一知道这是个假景气怎么办啊 不要紧吧 重要的是 她不是已经开始自我反思了吗 对 让她好好反思反思 大风车 你好啊 不好 你这是干啥呢 自己看嘛 自己看嘛 大风车 这是 俺家二粒给我拿回来的 我给你第一箱 你也补补盖 你看啥 我看 太阳从哪边出来了今天 大风车 你真厉害 狗养得这么好 二虎养得也好 你说啥呢 你会说话 不会说话 除了咱俩 还有谁能知道寡妇的苦 就是 咱寡妇何必为难寡妇 我 以前都是我不好 我绝无敌 我不该为难你 大姐 怪我 我看你家有钱 我眼红眼怪我呀 大风车 以后你要有啥男生 就找大姐我啊 我要是帮不了你 还配做那个 优秀妇女主任吗 二妞儿 沈子 我这么严是不嫌热呀 感冒了 怕着凉 我得先走了啊 去吧 去吧 二妞儿 你回来了 回来了 自从你出嫁 我们俩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我连你联系方式都没有 二妞儿 二妞儿 哎 哥 上车 那 那我先走了 哎 哦 宝宝不哭啊 没哭真怪啊 来 来 走了二妞儿 哦 慢点 走啦 天呐 怎么打成这样了 怎么打成这样了 这缝波 还是不是人啊 我看看 我看 我这几年 都是这样过来的 这孙子 见他一会儿 揍他一回 我实在是无聊了 我这次跑出来 我这次跑出来 就没打算回去 必须离婚 不然我也被打死 离婚离 离了婚回家 哥压你们娘俩一辈子 这婚 不能离 让她买的 哎 好好好 好知道了 我这是回学校看看 妈 妈 你看什么呢 没什么 怎么了 人事局说我答案你缺个东西 一会儿到了县城 我得先回学校看看 这 这工作上的事要紧 你可不能耽误了 您一定要答应我 去县医院检查检查 回来我要看检查结果的 放心 走 妈 小心点 来 来 你叫余连翘 刚才呀 我看了一下你的片子 你的这种病啊 叫做强制脊柱炎 它是一种慢性关节免疫疾病 最初的症状呢 就是腰痛 关节痛 宽骨痛 慢慢地会发展成 关节变形 脊柱变形 身体僵硬 背部脑弯曲 严重地 会丧失劳动能力的 也会丧失劳动能力的 我这个病 得花多少钱呀 这个真的不好说 有的人呢 把这种病叫做 死不了的癌症 我建议您呢 还是把实际情况 告诉嘉里人 怎么样 听 听见了 姐 你听 有鸟叫 还有娃娃哭呢 我听见了 我听见了 我听得很清楚 你看你高兴得一样 姐 这是啥呀 这也是助听器 以后你戴上这个呀 谁说话你都能听清了 姐 这是不是很贵呀 我给你钱 秦升 不用你给我钱 这么多年 你一直照顾着我 只是姐信你的 姐 我想照顾你一辈子 你答应我吧 我是真心的 秦升 姐 你要再这样 我就不理你了 姐 过一阵子 明明就带我上县里生活了 先生 您照顾好自己 您照顾好自己 说吧 说吧 找我什么事 还是那件事 匈奴 你还不死心呢 小爷 我代理村主任的任期 马上就要到了 我想在任期结束前 把这件事情搞出个头绪来 三年里 你带着全村脱平 已经很不容易了 现在 又给自己倒麻烦 小爷 我是党员 我不能因为一条路 阻碍了村子里的发展 不能让全村的人 受着青山绿水 却要背井离乡地讨生活 真是难为你了 你慢点 拿着 小爷 住 我能帮你的 尽量地帮你 不过你要基础 修路 最切的 不仅仅是钱 故事里 二妮被丈夫长期家暴 她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保护自己 还可以通过起诉的方式离婚 二妮丈夫的行为 涉嫌违反了 反家庭暴力法 根据我国的 反家庭暴力法 第23条 当事人 因遭受家庭暴力 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 现实危险 向人民法院申请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33条 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终于秦小木通过一面锦旗 化解了高老态和大风车 多年的积怨和矛盾 还帮林海娇摆脱了 婆婆总催生的掏扰 秦小木的工作也转变了 带来了很多的收获 让村民们是好评不断 可是东岭村的风波并未因此 就停歇 村口这条神仙路不但阻碍了村的发展 让孩子们上学也很困难 一天不解决 就会有更多问题接踵而至 因此修路一事 必须尽快再次提上日程 郝大伟深知 这修路不仅是钱的问题 更是需要疏导村民的新的问题 让他们不再没守成规保守 而是能够相信未来的美好发展 那么紧接着郝大伟和秦小木的 年轻党员干部 他们将如何去逐个攻破难点和难题 东岭村又会迎来哪些风波 明天请不要错过我们乡路的第四集故事 这里是方圆巨镇 我是主持人图画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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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